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茂慧 罗茂慧 慧容的 一個是傷殘忍 一個是慧容的 剩下這兩個人 你會選哪一個人做你的終身伴侶 慧容的好了 妳跟我一樣 為什麼 因為啊 因為她的身體是方便的 所以她有力氣 對 因為我女生啊 有時候很重的東西就沒有辦法拿 對啊 那她還要這樣幫她推 人間也不同 人家都已經慧容 妳還要叫人家做這麼多事情幹嘛 越實用越好 是嗎 不是啊 她還可以抱我啊 對不對 就是有 某些功用還是做得到 她是我的王子 她要抱我 所以我選擇就是第二個 奇蹟 我還覺得那個是比較男生的答案 就是 像中華人說 肯定是那個慧容的 我選的 是嗎 對 因為男生可能覺得 下半身的那個功能比較重要 哇 妳好開放喔 妳也是差不多一樣啊 妳就希望她幫妳抬東西 對 就是 對啊 40沒得選啊 蛤 非常刺激的問題 還好 妳的初吻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 什麼情況下發生的 哇 都寫垃圾了 對啊 初吻是在國 國二吧 國... 對 國二的時候 什麼時候 對 什麼地點 是在... 因為台灣很多的那種那種旗樓 就是一樓的 就是有一個遮雨的 就是跳高的那種旗樓 這麼公開耶 那時候其實是在學生 然後很晚 我覺得有問題問錯 然後因為旗樓都是 一般來說都是 就是商家店面這樣子 然後那是晚上回去的時候 然後 生日 生日 我記得 對對對 好浪漫喔 但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都要就是 補習 然後留在學校 然後就是唸書 然後唸很晚 反正說就是都關 故意唸很晚 就是都沒有人啦 就對了 什麼情況下發生的 就... 那是生日 然後就不然而然發生 一個問題 我不懂 就這樣子 你穿什麼衣服 他穿什麼衣服 學校制服 你有伸舌頭嗎 學校...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時候很緊張啊 他很秀 是你主動嗎 還是對方主動 我主動 你有在發抖嗎 男人 蛤什麼 你有在發抖嗎 有 有 嘴唇都會抖嗎 一開始 呃... 我借我手抖比較厲害 那你會不會 然後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 太誇張了吧 然後就會叫自己不要抖 你當時接吻的時候 會不會手不知道往哪裡放 會 然後但是就是這樣放 這樣子 對 對對對 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跟士林接吻的時候 她的手就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竟然她也在走 對對對 但是那個其實情況不太一樣 一個是很開心 一個是很痛苦 喔 接吻的時間多長 結果怎麼計算 就是第一次親吻的分開多長 大概就一秒吧 一秒而已 輕輕點水 就是 欸 不錯 不錯 我知道了 就是大家去餐廳看那個 那個有那種 那種小鳥 然後那種裝飾藝術 有裝水 然後裝滿之後 就會這樣 咚 欸 不錯耶 咚 好像很可愛耶 對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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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